大家好 我是高主教書院楊世德校長 歡迎大家來到高主教 我在學校直到今年 我已經是第38年的教育生涯在高主教 第二個就是我以前其實是教體育的 很久以前因為我們學校傳統 校長是要求我們 如果你不是想看一個課 你會換一些正常的普通入班房的老師的服飾 譬如要長西褲或者各樣的東西 我因為偏堂的時候 有時就頭一兩堂體育堂 第五、第六堂又是體育堂 中間又不是 因為除了我教體育堂之外 我又教數學、又教科學 變成我一天裡面換衣服 前前後後就換了三次 我要訓練到我自己好像別人的模特兒一樣 一旦完結了體育堂 就利用了十分鐘的小式 就換了一些普通的衣服 又去班房上課 上課之後 然後又去轉做體育的衣服 我就發覺這樣不行的 我跟校長說 我希望校長你諒解 還有我也解釋給他聽 其實本身我們作為一個體育老師 你的體育衣服就是你的專業營場 後來我多謝校長理解 以後就改了 以後都可以容許我們 全日都是穿體育衣服 我們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當時的同學見到我 換來換去 他們都是得淡笑的 好像就是 剛才的老師你穿短褲 現在你穿長褲 那段時間就挺有趣的 我單位校長之前 那段時間就有兩科主科 一科是體育 一科是數學 那我就有一個學生 我很記得他 他就從中一到中七都不上課 不喜歡上課 每天看課 他就病在那邊 但他讀書很厲害 他最後會考 我最記得就是7A1B 他西士是自學的 拿A的 那 從中一到中五 他一直都沒有上課 我又沒有逼他 我又沒有罰他 我一直每一次 他上課的課 我都跟他說 你跟我跑兩個圈 做一點點 直到中六 因為中六我們看課程 因為我們學校設備比較沒有那麼充足 但是去到中六、中七 那些同學生長大了 那我們實在想他們 學多些不同的運動 還有很多些設備好些的 體育尺師 我們就預約了在周圍的一些公共的體育尺師 例如香港公園 那樣 打籃球 講一下一些戰術 他當時是從六 那我就說 不如這樣 現在 學校就說沒有地方 現在個場這麼大 你每一次下來 你跟我射三十球球 三十球就可以了 那每一次他都說 好啦我給你面子 就射三十球 後來去到第二個活動 就是打網球 我說你不要緊的 你拿著一塊板 你不斷拍球 拍三十下 每一次都是這樣做 他畢業之後 有一年 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打網球 我就在銅鑼灣某個網球場 看到一個背影 就好像去 他就拖著一籃球 握著一塊板 那時候九點幾晚上 他一路一路走到 我到銅鑼灣 就不用有對手 因為他可以對著牆打 我當時是不知道他是他 我不確定 我就尾隨著他 坐在觀察他做什麼 在我印象 他不喜歡玩運動 他原來是拿著粉筆 拿著網球板 在牆壁滑 滑那些marking 接著就量個距離 很認真地在自己自學網球 然後我跟他打招呼 他有個名字 我還記得 現在 後來我記得一年之下 在Facebook 他展示了樣子給我看 他很開心 他拿著獎牌 說我參加網球比賽 拿到獎 這件事 令我 或者令到他 這一輩子都忘記不到 就是 在我們開頭的時候 他肯定 或者我們都不確定 那個小朋友 你都不喜歡玩這件事 我們放棄了他 由他 其實我覺得不是 我們每一個學生 但是只要你一開始 你向他身上播種 鼓勵他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引發到他對我這件事有興趣 就像這個同學 他畢業之後 他自己慢慢去建立 對運動華的興趣的時候 他可以認真到 自己去專研網球 專研怎樣打 甚至出去比賽 要拿到獎牌回來 我覺得這件事 對我來說也是很好的啟發 對他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學習